恩典365 365天 我们一起天天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祝福你 今天我们一起领受恩典365 照着去行 照着圣经真理告诉我们 该做的我们去做 该拒绝的我们去做 勇敢的去拒绝 你就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时候到了 你会看见神做的 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接下去 在以色帖记里面 接下去你往下去看 你就会发现说 哇 好像那个骨牌 之前哈曼越来越高 那个气焰越来越高 然后你就会很生气 明明他是恶人 为什么他的气焰越来越高 姿态越来越高 荣耀越来越高 相对的 莫迪改是一个对的人 做对的事情却被踩得越来越低 但是上帝一出手就翻满 接下来好像骨牌 哈曼的人生就啪啪啪啪啪 冰败如山倒 而相对的 你就会看见 圣经里的一句话 是我好喜欢的 伸冤在主 主必报应 你不必自己伸冤 你自己伸冤不会有力量的 你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哈曼在他家里面立了一个 很高的一个木架 是要把莫迪改吊死在那 你看他恨一个人 那个苦毒真的很可怕 没有什么严重的性 他就容让那个苦毒在他的生命里面 一直发酵 发酵 发酵到你好像非要置人家于死地不可 他做了一个很高的架子 说你不尊容我 就是要把你吊死在上面 然后最后神一出手 那个架子变成是为哈曼预备 伸冤在主 整本圣经让我们不断地看到 人生有的时候 如果只看当下 你会觉得不公平 没有道理 然而神继续在进行 你不为自己伸冤 上帝就为你伸冤 你不为自己伸冤 上帝就为你伸冤 你不要忙着为你自己说话 上帝就出来为你说话 你为自己伸冤 常常没有力量 人家觉得你是替自己说的 你为自己说话 到最后呢 就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莫迪改有莫迪改的理 你相信吗 哈曼也可以说出他一套道理来 结果呢 就是相信哈曼的人支持哈曼 相信莫迪改的人支持莫迪改 结果始终不会有一个功力 一个真理出现 但当上帝出面的时候 上帝听你说话就不一样了 在圣经里面充满这样的一些人 我很喜欢的一个例子是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摩西 他非常辛苦 他带领几百万的人 一起出埃及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的辛苦 有非常多的说不出来的苦 这个人又抱怨 那个人又闹事 他作为一个领袖 承担非常非常多 而在这个情况的时候 有人出来毁谤他 那个毁谤他的人 竟然是他的哥哥和姐姐 这两个人 不但是他的亲人 这两个人也是他的工作 最亲近的伙伴 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最亲近的伙伴是谁 就是哥哥亚伦 就是姐姐米利安 这两个人既是他工作里面 最亲近的伙伴 又是他生命家庭里面 最亲近的亲人 但是你知道那有多伤吗 你最亲近你的人 出来率先拿刀捅一下 率先的做那个最伤你的事情 他被毁谤 但是圣经里面看见一件事 摩西一句话也不说 摩西不说话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上帝出来替他说话 上帝对他们说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的 你们乱讲 人如果自己出来说话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可以想象吗 他们三个人是 这个一两百万人的一个领袖 亚伦跟米利安哥哥姐姐 毁谤摩西 那如果摩西也出来说 不是 那就炒成一团嘛 最后呢 最后就是分裂啊 有人支持摩西 有人支持米利安跟亚伦 然后就是分裂 然后情况绝对不会好 可是摩西一句话也不说 上帝出来替他说话 当上帝出来替他说话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敢对立 没有分裂 没有对立 但是神却还他尊荣 凤主的名祝福 你不说话 神会替你说话 神会把别人偷去的 加倍的还给你 一起祷告 主要我特别为今天 有一些人心中很委屈 觉得他们受到伤害 主要我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不说话 你替我们说话 主谢谢你 让我们经验 你替我们说话 你给我们的那个尊荣 远远大过我们所失去的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再说一遍 你不说话 主就替你说话 主会把你失去的都夺回来 加倍地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